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海外布局正在俨然成情,美国、日本、欧洲都已经开建或勘查。 台积电去年12月在美国举行亚利桑那州新厂首批机台设备到场典礼,开启400亿美元美国时尚规模最大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。 在日前法说会上,台积电总裁魏哲家证实,正考虑在日本兴建第二座厂,评估欧洲建车用晶电厂的可能性,强调根据客户需求,正在增加台湾以外的产能,以继续为客户提供取得成功所需的最佳解决方案。 目标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,28奈米以下海外产能占比将达20%以上。 欧洲设厂方面,之前有消息称,台积电将于今年初派遣一个高管团队前往德国,讨论当地政府对未来工厂的支持程度,以及当地供应链满足其需求的能力。 知情人士称,此次访问将是台积电高管在六个月内进行的第二次访问,预计很快就会做出是否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工厂的最终决定, 该工厂最早可能在2024年开始建设。 不过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台积电赴欧洲设厂将面临人力、水电供应与租税费用三大挑战。 首先是人力方面,业界分析,欧洲不仅人士费用高,相对美国与日本,当地人力调度考验更大,主因欧洲各国劳工普遍已习惯,下午三点或四点准备下班,最晚不会超过下午五点。 水电供应方面,业界人士则说,先前东欧冲突已使欧洲区域能源费用短期狂飙,相关地缘因素使得当地能源使用成本风险居高不下。 另外,就租税与费用来看,则是欧洲区域国家政治体制,如德国是欧盟火车头,但该国依据设厂区域所在地的联邦税费也有庞大落差,在照顾人民福利与教堂税。 团结税住等各项目加总下,也都是不小的成本压力。 不过,日前一届传出,因车用半导体供应不再严重紧缺,即多数车用晶片客户可能转至日本、美国等新厂生产,台积电欧洲建厂时间推迟两年,最快2025年开始建厂。 日本设厂方面,据日本共同社报道,日本雄本县日前透露目标,将把半导体相关产业十年后的县内产值增至1.9315兆日元。 该县将借主台积电,在当地建厂之机,力争强化供应链,将规模扩大至2019年的约2.3倍。 报道称,该县将在3月汇总2023年度期,未来10年的半导体振兴措施。 曹安指出,有意将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增至25517人,约为2019年的1.2倍。 此外,计划在以雄本大学为中心的县内教育机构,大力培养专业人才。 Ryptis董事长指出,接后必须以民间政府地区大学等总体平衡的方式才能顺利推进,强调了产官学合作的重要性。 据悉,台积电雄本工厂正在建设中,总投资额86亿美元,其中经济产业省最高将补助约32亿美元。 该座工厂计划在今年9月完工,预估2024年底开始进行出货。 有消息称,台积电不排除在日本盖新厂,台积电表示希望先了解雄本厂的表现,然后再决定是否可能兴建另一家工厂。 而台积电在雄本县居阳亭首次进驻日本的建厂,带动日本国内外相关企业蜂拥而至,许多半导体相关企业也希望致周边城市设厂, 造成以居阳亭为中心及周边城市土地价格急剧上涨之外,周边工业用地紧缺问题越渐严重。 县政府认为,该地将凭借半导体产业带动振兴,开始推进农业用地的转用。 2022年12月底,菊阳亭总人口为4.3万。 今年积极推动半导体企业招商及发展商业设施等提高居住功能,人口也持续增加。 菊阳亭等整个雄本县,可提供半导体不可或缺的丰富地下水。 其次,菊阳亭距离阿苏雄本机场及九州高速公路雄本交流道借约10分钟车程,到福岗约100分钟。 车程约一小时可抵达八代港,由往台湾的国际集装箱定期航线,从八代港出口货物可三天内抵达台湾。 与东京都相比,雄本县土地取得成本低廉。 据2020年日本国土交通省的都道府县地价调查,雄本县住宅用地价格约东京十三分之一,商业用地约十四分之一,工业用地约二十分之一。 故陆续有不少企业选择到雄本县和菊阳亭设厂。 菊阳亭有苏尼SCK、FUJIFILM九州、雄本NICS及SUS雄本工厂等半导体相关企业。 过去十年土地价格波动性来看,2019年都是附属或为零增长。 自2020年以来,也仅上涨1.2%至2.4%。 台积电社厂后,菊阳亭及周边城市土地价格不断飙升。 依2022年地价调查结果,工业用地从2022年每平方米34,200日元跳升至45,000日元,涨幅31.6%。 菊阳亭住宅用地价格目前上涨8.8%,涨幅为全线最高,商业用地上涨13.6%,也是全线最高。 另一方面,企业恰询与资商选址案件不断,当地银行接到日本和海外,约200家半导体企业恰询如何在菊阳亭取得土地的案件。 但菊阳亭目前可设厂的土地有限。 菊阳亭商工振兴客表示,大部分土地都指定为农业推广区,严格限制开发,因此几乎没有足够企业设厂的空地。 随着美中贸易战持续,国际电脑厂商与车厂,对成熟制程、IC供应商发出通知,要求加速晶圆代工区中化,转至连电、B基电等非中国企业生产。 新加坡、日本成为二线台厂都能接受的新厂地点,连电世界先进争抢布局,B基电则看重印度半导体制造潜力。 联电已启动新加坡、日本产能布局,同时强化车用领域的能量。 联电共同总经理去年10月透露,客户对新加坡新厂关注度提升。 在日监法说会上,联电表示已看到主要客户因应地缘疑虑,开始与联电讨论订单规划。 联电新加坡产能扩充方面,联电董事会去年底已通过资本预算执行案,预计投资金额达324.17亿元新台币。 当中部分金额将用来投资新加坡P三厂。 日本布局方面,联电通过日本子公司USJC与日本电装株式会社合作,将在USJC的12英寸晶圆场携手生产车用功率半导体。 世界先进虽尚未拍摆海外建厂,但也密切关注客户需求,优先考虑新加坡设厂。 世界先进董事长表示,依应客户分散风险要求,除台湾外,新加坡也纳入12英寸新厂落脚考量地点。 不过暂时没有时间表,另应对客户分散风险要求,世界先进也正评估海外设厂,正考虑新加坡当中。 由于8英寸厂新增设备机台不符合经济效益,未来若要新建新厂,会考虑新建12英寸厂。 未来,如果无偿满载,同时客户提出需求,公司会审慎评估建新厂。 B级电协助印度或在添半导体晶圆厂。 B级电董事长则认为,随着台积电带头到日本、美国等地设厂,半导体国际化已成为趋势, 并于1月上旬证实将与印度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协助设厂, 透过先前在中国合资设厂的经验,协助训练印度工程师。 不过,目前印度除了基于软体的设计之外,几乎没有半导体产业。 其指出,印度要自主供应半导体完成品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需要长时间培养。 总的来说,随着晶圆代工龙头台机电近来在加大美国、日本投资力道、 联电、世界先进、B机电等二线台厂也因为地缘风险升高, 相继评估扩大海外设厂布局。 法人预期,2023年将是台湾晶圆代工厂,扩大海外产能的关键年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